像我的大兒子也在國外 那我的做法是這樣 我的小孩回來了 但是我覺得他從他離開台灣 去念書的那一刻 我就把他當成客人了 所以他在回來的時候 如果說今天他是結婚了 我其實不會讓他住家裡 我會幫他訂飯店 讓他住在飯店裡面 為什麼呢 因為他離家的那一刻 他其實就不再是我的小孩了 好 佩德如你說 你跟爸爸媽媽的相處 會讓你的心很累 有點累 其實基本上我過得很快樂 我是一個因為離他們很遠 就是他們在西班牙 我在台灣就沒那麼累 這樣子相處還累 像我媽每天都打給我 每天 每天狂打 他想你啊 十幾通 剛剛在錄的時候就一直打 我一直掛 然後今天已經第四次 昨天七次 前天五次 在前一天七次 所以每天都五到七次 他打來說什麼 他就是沒事做 每天都打來 然後問那邊幾點 那邊幾度 吃了嗎 什麼時候回來 這四個問了十年 每天 所以我看到就不想接 但也會有愧疚吧 因為畢竟是我媽 她也是愛我的 我是一個孝順的好男人 所以我就設定說 好 三天四天借一次 合理吧 三天借一次 然後我跟他說 我又試做 我要上班 我要上課 你不要一直廣打 我要一直掛 很麻煩 我封鎖你 然後他說 當下會說好 那隔天就廣打 好... 沒關係 很累... 也是愛啦 我是獨生子 所以他很想我 我也可以理解他 他是不是很久都沒有看到你 是不是很想你 然後我每年都回去 我每年都強迫自己要回去 就是花個四萬塊 飛個四十個小時 然後回西班牙跟他們 陪他們三個禮拜到一個月 都住爸媽家很不自由 也很累 但就為了 很孝順 對 你好像回去工作的感覺 就只有一點 真的滿累的 就是我爸是 可以說是一個 始終如一的一個人 他 我從小 對我爸的回憶是 他看電視一直罵 就罵這種 一直罵... 然後我從小是這樣 聽他罵長大 十八年在他們家 一直聽他罵政府 我可能現在一年回去 在他們家 不用你家 在他們家 對 但我現在一年回去一次 以下飛機 我爸一見到我 不是問你最近好嗎 或是你最近有什麼 No 他看到我就是 又在戰爭耶 你又看到電視嗎 就開始罵政府 馬上不問羅浩什麼 就開始罵 所以我跟他聊個 大概一兩個小時 就很想回來 很想回台北 就只有聊政治新聞 用罵的 他就是罵 戰爭 政府 帝國主義 這樣 那你怎麼回他 對 除了講那些政治 他也會說 你有沒有想開 我說想開什麼 回來就找一個好女人 這邊的女人 是全世界最漂亮的 你站在那邊幹嘛 然後我想說 全世界都有漂亮的女神 但我覺得台灣特別多 台灣的美女真的很多 然後我就拿社交平台 去開始給他看辣妹的照片 你看台灣很多辣妹 他都沒感覺 他都覺得 然後就隨便指一個 路邊的西班牙女生說 你看這才是真正的女人 你什麼時候回來 他們希望你搬回去 我沒有要搬回去 但是我每年回去陪他們 我覺得已經很OK吧 我在這邊做 我想做的是我想過的生活 然後每年回去一個月 應該是滿 還是你來台灣 根本就逃避他們 也是 原來是這個原因 一年輕一個月已經受不了 七十個月還得了 不得不承認 你說你很受不了 你爸爸媽媽生活的方式 對 他們也是有很多壞習慣 就是像我爸抽菸 抽得很兇 從小我就一直說服他 先要讓他戒菸 然後有試過各種方式 軟的 硬的都 就是可能用知識埋書 然後給他聽那些抽菸的後果 或是一直罵他 或是跟他頂嘴就是說 你一直抽很噁心 因為那個有味道 然後我們家都很 都是厭味 我也會過敏 我眼睛我回家就 眼睛會痠 有眼淚 打噴嚏 然後我就說你繼續抽 我就住朋友家或什麼的 硬的 軟的都試過 然後他也是有努力過 就可能接個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甚至有三個月過 他都是會回去抽菸 然後他現在六十幾歲 已經有那個什麼 骨質鬆疏 對 就是他的這個大腿的骨頭 已經是機器人 已經換了一個金屬的 就滿大的開刀的 那種大手術 然後也膀胱又肉瘤 醫生都說這是抽菸造成的 他還是一根接一根 然後我媽也是 我媽也跟著一根接一根 然後咳嗽很恐怖 我睡覺的時候 我聽到他可能 因為抽菸也會打呼 他打呼大聲到 鄰居都聽得到 連聽也有到 對 打呼接咳嗽 超可怕 不然然後我就叫他 戒菸 戒菸 他們就 對 很不健康 就這樣 媽媽總是有一些優點的 西班牙料理很棒 媽媽一定很會 沒有 我媽都是黑暗料理 黑暗料理 對 我媽做菜真的不好吃 一個簡單的 西班牙的馬鈴薯烘蛋 它也可以搞砸 就可能有 或是我們沒有餓的時候 他就說 要不要吃 就那個馬鈴薯烘蛋 我們說沒有 現在沒有餓 不要做 他還是去下廚 因為他無聊 做了 然後我們不吃 可能過幾個小時已經更油更軟 就難吃 那但是我跟我爸 都是節儉的男人 就是不喜歡浪費食物 所以就像吸塵器 把它硬塞 吸塵器 媽媽的料理說像吸塵器 也是滿通通的 一把它吸完就對了 就不要浪費食物 但我難得回西班牙 三個禮拜我想要吃美食 我想要去餐廳什麼 但我媽一直在做黑暗料理 強迫我吃那些 就都吃不到美食的 也滿倦怠的 我開始想你這四個禮拜怎麼度過 很累 真的 我一年最累就是回西班牙的那三個禮拜 要問一下 凡事發生在自己身上都是好事的 譚老師 他這樣要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 他是很孝順的兒子 但是他爸媽是很愛他的父母 對 我覺得他的所有的表現 都是為了愛他 其實我可以理解他的這些 所有他媽媽想做的這些事情 但是你媽媽下次要做黑暗料理的時候 你趕快拉住他說我們來聊天 這樣他可能就回去 更累 這更累 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 至少你不用再吃進去 那我覺得是說 像我的大兒子也在國外 那我的做法是這樣 我的小孩回來了 但是我覺得他從他離開台灣 去念書的那一刻 我就把他當成客人了 所以他在回來的時候 如果說今天他是結婚了 我其實不會讓他住家裡 我會幫他訂飯店 讓他住在飯店裡面 為什麼呢 因為他離家的那一刻 他其實就不再是我的小孩了 因為他的生活習慣等等 都已經開始改變了 所以我建議你回去 下一次你就訂飯店 對 這個是好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像我的小孩回來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你需要我做幾餐飯給你吃 那他如果覺得他不需要 我做幾餐飯 那我就會問他說 那你想吃什麼 我請你 對 我覺得是可以 你可以把你回去 你想吃幾 拿幾家餐廳的 你就先訂好 然後你就說我請你們 他其實會覺得你很愛他的 那我覺得一旦離開家 就是你由他來規劃行程 不要一直受爸媽安排 對 但是你也不用去改變 你父母抽菸的習慣 因為我覺得這已經 你才會去一個月 我覺得就是要快樂 那他做他的 但是你如果沒有一直住在一起 其實我覺得 這個會減少掉很多糾紛 而且你可以安排好 拿幾餐帶他們去吃 我覺得他們會很開心的 OK 預先做一些安排 對 子萱你跟孩子一樣 是聚小離多 跟兒子的互動也沒有那麼多 也沒有 因為我真的覺得就是 男孩子就是 應該要找一點獨立這樣子 所以我跟我的兩個小孩 互動其實也滿少的 因為我兩個小孩 相差十二歲 那老大之前就是因為在 媽祖做職業軍人 所以以前我小時候 都會覺得說他們好黏我 就是老大小的 兩個都很黏我 那他這種去當兵之後 也就長大了 他以前可能 他剛開始的時候還會想說 從媽祖回來的時候 先到台北 可是我就問他說 要吃飯嗎 他就說 沒有 就是已經跟人家約好了 就是他也不會想要跟我吃飯了 然後再過一陣子 他就直接從台北 就不... 從媽祖就不回來台北了 他就直接飛到台中去找女朋友 連家都不回了 對 可是這見面呢 我也很少 就他... 我剛剛跟他說 他一個月打好幾通電 一天打好幾通電話 我說我打給我兒子的次數 大概半年好像 大概也就這麼多了耶 對 然後我小兒子也是 因為我小兒子 他是念那個住宿學校的 所以他現在 以前是一個禮拜回來一次 現在是兩個禮拜回來一次 那兩個禮拜回來一次 我都會想說 他現在才國中 就是跟孩子之間 應該還是有那個親密期 我就會故意安排 禮拜六 禮拜天說 要不要帶你出去吃個飯 還是什麼之類的 因為你在那邊就 日子可能過得比較緊 也沒有手機 他永遠都是跟我講說 不要 我不要出去 國中就不要了 對 不要 我很累耶 我不要出去 我說那我們今天去吃牛排 好不好 不要 你可以不要吵我嗎 我現在就只想好好的休息 我要打電動 這樣 我在那邊都沒有手機 我現在我要好好打電動 然後他就甚至於 只有在某個時刻 他就是會 比如說現在兩個禮拜 才回來家裡面一次 他就會說 媽 你這個禮拜要上來會客嗎 他就會把我當服篇打 就是我指定 我要吃雞 炸雞 我要什麼 這個時候我就會 不過他就說 我要回某某學校監獄囉 那你這禮拜會來會客嗎 我說用會客這個字 好像有點奇怪 但是跟他們的互動 就覺得好像越來越少 然後因為我們家裡又很大 然後四房 房間都空空的這樣子 就覺得怎麼會兒子長大 好像都不是我們自己的 對 怎麼好像變化這麼大 而且這麼快才國中 國中 尤其現在是國中 再問一下譚老師 這個有點嗎 互動這麼少 怎麼樣增加多點親密感 其實我們都曾經年輕過 當然在這個二十幾歲的時候 當然女朋友要擺第一位 我覺得這很正常 但是國中 我想他可能 現在能夠兩個禮拜回來一次 可能面對的 就是這個機側開始了 那機側其實是壓力很大的 其實我的小孩在考機側跟考 這個大學的時候 他們也都是回來 都不想講話了 因為在學校就已經是壓力很大 而且做十幾個小時了 我覺得這個可以體諒的一個時間點 他通常考完之後 他們又會開始很叽叽喳喳的 尤其這個很多的國中 他是手機 像我們不是念住宿學校 但是到學校的時候 是沒有手機或者手機就收走了 所以手機對他們來講 一個禮拜能夠拿到一次 有多開心 就那兩天蒙看手機 蒙打 對 我覺得這個都是可體諒的 就讓他熬過這個機側 因為這是他人生中 很重要的一個考試 就寬心 就由他們去 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